稍微痛 曾回的女儿家 提笔将着时间花 回眸以沙纳 偏巧遇见他 从此后心事 没听着喧哗 万事逍遥自在一生 他却在心上落痕 怎奈爱越险越深 携手一路都红尘 桥里的女儿家 一笔一抹为他画 勾勒出爱情 传美的年华 风摇晃枝呀 放心隐瞒呀 怎么藏得都远返 爱他深色的眼神 花下一圈圈绵乱 长相厮守心生人 等等 烫 烫了 知道了 你当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少说话 多做事 自然无究 知道 知道 你干什么 岂有此理 跪到下面去 阿某没有叫你跪着吗 说话 教了 他说让我少说话多做事 好好伺候大公子 可是我刚才 明明就好好伺候来着 没想到 这大魔头竟然如此纯净 你这小女子 先是使小伎俩让我把你放出来 现在又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说 你故意接近我 到底意欲何为 公子 小女子真是一片冰心 两肋插刀 三头六臂 我 我 我真的没有目的要公子 公子 你不用跟我假装无辜 有无目的我自然会查清楚 但是在死之前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不要仗着怀了我的孩子 就心存他想 若是再做如此越举之事 我定不轻饶你 公子 公子 若是我下次一不小心 再做了什么越举之事 你会不会一怒之下 把我赶住府去 会 仗毙了抬出去 哼 哼 别叫了 我 闭嘴 开轿 开轿 大公子 敢用怀孕起瓶的公子 我要你受不如死 别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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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了 拿就好 我的天啊 你去吧 我不要去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去吧 我能看望公子 戴着包袱看望我 去见公子 怎么都得戴点碎面礼吧 我看看 小的 家里穷 只能见花仙佛了 你这种女人怎么配做孩子的母亲啊 公子 时候不早了 小的先回去休息了 站住 我 你不是爱慕我爱慕得紧吗 怎么又不想待在我身边了 我 我 你要是再被我发现想偷溜出府 我就把你再关回去 我 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要被关在这里生孩子吗 我生什么呀我 那便吧 这个妹子 还要我 其实这才是谁 怎样 这否则 不然是没有哪些才能 我怎么能让我摔倒力 你只能让一面 那些是你 绝靠我 好 不然她一位 是哪怕 太太太了 走个路都那么凶 大白天下轨啊 公子 想要你问公子 公子想听什么曲啊 让开 公子好大的火气 公子 谢谢啊 你看看 他们有什么叫是 公子来我这驿馆 不听曲儿 也不赏舞 反而一个劲的在这儿画 卢家好凶啊 公子可是画好了 公子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你们是谁呀 你们这是 下去 是 是 跟我回去 大哥 多日不见 老了不少啊 多日不见 你是越发地玩物丧志 不务正业了 风花雪月 金不换 要不大哥也与我 共饮一杯 云阳内有千半连作乱 外有宋府对云铁虎视眈眈 你竟还有贤卿雅致在此喝酒 成何体统 大哥何必如此紧张 我就喝个酒听个曲儿 怎么扯上了体统啊 我治在沙场 日后礼服还是要靠你的 家里杂食甚多 腰瘦又伤身 我这个身子向来多病 是靠不得的 还不如在这里痒痒 这个乐安宫你当也得当 不当 也得当 大哥未免太霸道了 我不想同你在此废话 你回还是不回 我宁可死在这儿 也不回去 好啊 不对啊 这次怎么这么好打发 走水啦 走水啦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二公子失礼了 是您自己刚刚说 您要死在这儿 所以我就照办了 您千万别想不开啊 二公子 你们 二公子 小的对不住了 大公子说 说您要死在这儿 小的 不敢不从啊 您自求多福 保重 你们先下去 是 走吧 好 小的 兵兵 你整日要武扬威 却没见你赢过一场上场 你可知错 还要不知所犯何错 玉玉 你也是无法无天 李家的颜面都被你给丢尽了 上 咬他 快快快 咬他呀 快点 兵兵 上上上 上啊你 兵兵 上咬他 鱼 上咬他呀 快点儿鱼 再不进宫就做事了解了 没戏 你猜这局是我的兵兵赢 还是你的玉玉赢啊 那我赌玉玉撕了兵兵的腿 你说你们两个人进来也不说一声 向父亲伯父请安 可以啊你 怎么把你弟弟找回来的 放火烧回来的 我让你找他又没让你放火烧他呀 正是 兄长实在 你别说话 你要是多招家 你哥会放火烧你 这事要让你们母亲知道了 挨骂的又是我 真不如养个曲曲生气 莫生气 一家人 何其生残 何其生残 此次公爷找你们二人过来 是有事情要通知你们 宋家下了拜帖 不日拜访 宋家 他们来干什么 先别管他们来做什么 我叫你们回来 是因为宋家向来排场甚大 我们李家绝不能怠慢 所以你们哥俩好好准备 到场迎接 我看 孩子们好像不太高兴啊 宋家觊觎云摇云铁 他们的造访绝对不怀好意 没有这么严重 这宋家主动等问 自是有交好之意 况且 就算是图谋不轨 我相信 公爷也自有定律 兄长所言及时 准备去吧 对了 玉儿要是再跑了 我拿你试问 这一到晚上就迷路 礼服也太大了吧 到底从哪儿出去 两千两 请吧 不用把我关起来吧 大公子的命令 属下不敢不从 行 关门 两千两也被抓了 是 是 九 八 谁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谁 谁 该成的 老实交代 二位大哥 我就是 随便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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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要狡辩 跟我们回去一下大公子禀报 走 这药效也太慢了吧 吓死我了 谁啊 你怎么 兄太不必多言 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 你 你怎么先来的 那此事就说来话成了 你 我也是被大公子那个魔头给关进来的 我跟你说 你别看他现在关着 他是想把你养肥了以后 准备宰了你 这个大魔头 是好杀人 暴力荒野 我亲眼看见被他抓到府里的男男女女 在深夜里 被他 刺 要不然就是被他 咔嚓 要不然就是被他 咔嚓 咔嚓 我跟你说 死在他手上的人不计其数 这他府里的地下 埋到全都是死人的脑袋 全部都是死人头啊 好可怕啊 我 那么可怕 不过你放心 兄弟我向来仗义 我这次来呢 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带你逃出去 说好了 你出去还是要还我钱的 上次是给你打折了 这次是关乎到你我的小命 你也得多给点 成交 成交 走 走 走 往那边走 好好好 这边有侍卫 这边 别去 那边是茅厕 跟我走 你怎么知道 过来过来 了解了 你对这儿也太了解了吧 连梯子都知道在哪儿 小点声 来 来 上 小心啊 你也上来 快点 我帮你引开他们 没事 我们可以一起逃出去 没时间了 别管我了 你得上来 赶紧跑啊 快点 别跑 站住 追 别跑啊 快追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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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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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这篮儿 阿霜 话跟你说 你可把我害惨了 话嘞 话什么话呀 你说的那个街头人 一个月都没来找我 四门人能找到你 你在礼服里面搞仨子 街头人都等着你一个多月了 我那是因为一直被 这件事情一言难尽 话没话为就想溜 我其实倒是话了一个 可是没了 一共 阿霜 你这个钱实在太难挣了 我实在干不了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门路啊 有啊 好 阿霜 你 别生气啊 少废话 不是 我确实画了 就是因为这个画 我被李府的大公子读到了一顿 躺在床上一个月都没起来 咱们有画 好好说吗 我现在鬼不得你那么动 你现在起来了 就赶紧跟我吃画画 去剑葬堂找一个叫小李来 把画画了 我能不画了吗 你不去 你不去我这就吃爆鬼 把你四回事写的事情 踢在层门上踢一圈 再冲到云遭一轨 撒你老母 看你一娘 再把你也看了 阿霜 你这两年 变化 是挺大的啊 不信 画还是不画 画画就画画 是什么鸟啊 不画这就死你老母的下层 不画 不画 不画还不行吗 我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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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 这是这 小布 大招 出什么事了 大公子不让我们靠近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这回真的是出大事了 管他什么大事 我的事才大 小李在哪 谁是小李啊 不知道 小李在哪 别找 别找 是啊 小李 那跪着的就是小李 那这 真是出大事 那可不 大公子来吧 大公子 大公子 说 你的主子是谁 你去问阎王爷去吧 我 这 现在就想死了 太便宜你了吧 带走水问 是 是 带走 走 走 真是 没什么 走 突然打起来 这 这 这 死了 怎么死去了 李府容不得心怀不轨之人 做奸细的下场 就是这样 奸细 奸细 刚刚你说 找小李干什么来着 谁知道啊 没 没什么 他 他 他欠我钱 那 那你这钱是要不到了 阿卯 在 把尸体处理干净 和他相关的一切人员 都调查清楚 是 爬下去 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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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干什么 我这不是 想念公子吗 跟上 你 你 就 你 到 Jong 找 茶 怎么办 大木头不会杀了我吧 这 这 大公子 请喝茶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这鱼兔对我有多重要 我错了 别杀我 别杀我 我再给你换一张 现在就换 我得给你换一张 我换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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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换一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子请过目 打过来 你之前学过画艺 不曾学过 胡乱画画 雕虫小技 算你欲求 公子 刚才我给你倒的茶撒了 我再重新给你倒一杯 不行 我得想办法逃出去 公子请喝茶 其实小女从小就喜欢画画 小女还听说 李府的二公子画技卓绝 甚是敬佩 还有幸看过二公子画的小企图 据说二公子画的是他的住所 你想说什么呀 我是想说 我来李府这么久 也没见到途中的景象 是不是方间传言不识啊 那是楚御院 你没去过自然是不会见到 哦 原来是楚御院 怎么 孝丰院待久了 想出去走走 可以吗 你说呢 不可 这个地方 怎么这么眼熟啊 站住 干什么的 哦 大公子派我来送吃的 进去吧 哦 哎 昨天 不是来过这儿吗 二公子 啊 五道子的十指中规图 看 哇 万里江山图 大事果然是大事啊 画得这么细致入味 烟波浩渺的江河 曾卵起伏的山峰 哎 大手饼 大手饼 李弘玉 谁啊 哎 怎么是你啊 两千两 我说你怎么会看中我的画呢 原来你就是大画仙 李红月 你 真的是李红月 万里江山图 我就是你所画 除了我 当今世上还有第二个能画成那般的吗 是是是 自然 无人能出其用 哎 你不是逃出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哎 哎 我这不也是为了活命吗 活命 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哎 哎 哎 我这次回来 是还有一个真正的目的 什么目的 就是 一堵大画仙 李红月的真容 拜他为师 哎 我跟你说 这件事可就说来话长了 我自幼习画 你就是我的启蒙神仙 你的 行江出雪图 山水十二景 林中小景 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我都离摸过 我没有想到 能在有生之年 能有幸见到神仙本人 所以 既然这么有缘 您就收我为图吧 师父要是不说话 我就当师父答应了 师父既然已经叫出口了 徒儿还不替师父研磨 好嘞 嗯 师父啊 既然 您已经收我为图了 能不能 再送我一幅画 作为徒儿的 拜师礼啊 看来拜师是假 要画才是真啊 喜欢哪一幅 自己挑吧 这些画 徒儿都不要 徒儿只想要一张 师父的 我 伤身金赤图 你 你再说一次 老爷 老爷 我命人给你熬了一些安神汤 喝完之后呢 就可以好生休息了 下去吧 华 服人操劳府中大小事务 您才应该好好歇息 辛苦了 差不多得了 你有这等闲工夫 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招待宋家 宋家此次前来名为拜访做客 实则带着千金宋沁 来相看咱家两位公子 一玉联姻 大哥在宋家住了这么多年 我听闻啊 这宋家千金 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混世小魔头 嚣张跋扈 这性情是喜怒无常 稍有个不痛快 就闹得全府上下不得安宁 我听闻啊 他养了一只孔雀不开瓶 他愣是让全府上下的小厮和丫鬟 屁股上插满了羽毛 去盗那只孔雀 折腾了几天几夜 要是把这样的魔头给取回家来 那不是让我们供着他 供着他们整个宋家吗 这宋家的心思我岂能不知 可是如若不接 这世交之情就毁于一旦 关键是 他宋家掌握着商道曹韵的命脉 对云妖云铁日后发展极为不利 咱们就算是为了云妖 咱也不能表现出对这门婚姻丝毫的不满 这样的儿媳妇我可伺乎不来 你说 她到底有哪一点比得上咱们家儒儿啊 这儒儿的确是个好姑娘 她虽然只是夫人远房亲戚家的庶女 可是从小受夫人调教 温文可人 知书达理 比那些勋爵家里的贵女可和善不少啊 你也这样觉得是吧 那我现在就把儒儿照到云妖来 别别别 咱们现在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咱们就不要再添乱了 听你的 天 天 工资请用茶 一 秋 雄系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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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回公子 他说身体不适 今日告假休养 你下去吧 是 嗯 嗯 呀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女人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女人 不愧是大画师 画功如此惊喜 这下可帮了我大忙了 你鬼鬼祟祟的在做什么呢 我没有啊 我只是想好好学习礼仪 这才能伺候好大公子 你这个样子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这 怎么可能啊 大公子肯定想多了 谁呀 放开我 他认出我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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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绵长光影响乐的是你 极多欢笑极多情 借应你而起 越靠近 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极多欢笑极多情 借应你而起 越靠近 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